带着梦想,夫妻二人来到北京,孩子和母亲来访,大国平均生活,风筝巨爱即将为您讲述一份实际时远的亲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母年的流血来说,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她远在东北的母亲和五岁的女儿坐晚上的火车到北京,她们要来北京玩上几天,而她也和妻子商量好,这次要想办法做通母亲的工作,让女儿能够留在自己身边生活。 这次有婆婆带过来,然后我们就想再去一个地方。 五年前,有许夫妻把年仅一岁的女儿交给了母亲照顾,带着仅有的六千块钱来到北京打拼。 现如今,夫妻俩在北京的皮村经营着鸭脖店,抗卖鸭脖和鲁制品为生。 五年前,夫妻俩只能在过年期间回家看望孩子,如今,女儿已经快六岁了。 她们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假期来还不到一个月。 我们俩不买这么多,这不孩子又来了吗?一样买两块。 那个西瓜现在怎么卖的? 西瓜,你要两块,叫我两块。 来一个。 总也不得到哪,都不知道要吃什么。 我们上北京,她是第一次来。 我以前没来过。 我买了一大堆。 早晨了。 就是,双眼里两个人都干两个人。 这回我们家来人了,来人多。 不是你叫谁家来人? 我妈 我爸 他们妈 林小孩 孩子再来 我妈 秋天还来活着玩事了 来玩两天 看着妻子这么开心 刘续心里很怠惰 以前也跟母亲提起过 把孩子激活来的事 可每次母亲都不同意 孩子眼看到了 该上学的年龄 不知道这次母亲 能否改变主意 我跟我喜欢俩 一天就一人就吃啥饼 那天晚上我感觉 这就挺大 我就花了四块 吃饭了四块钱 我父母都没说过 这事 火车晚上到 为了不影响小店的生意 夫妻俩只能有一个人去接站 来北京五年了 夫妻俩大部分时间都在皮村忙活 北京这样该怎么走 刘续心里也有些含糊 做989呗 做到四块 再倒 再倒呗 做地铁 倒到 结过门了 是 到九亿 上 989 所以我觉得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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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慢到啊 我现在 我到北京大了 我在这块儿等着 灵笼睡觉吗 玩呢 你们那跟 我说话吧 他 在这儿 你怎么没看见 还是 我们还还吧 是 我是不爱声吗 真的对我 就是什么看 hall 还是不爱声 说话吧 不如 いう 好了 你告诉爸爸 她在外面接着了 不接不接吧 不打 这次一起来北京的 除了刘旭的母亲和女儿 还有她的岳父岳母 这下她我们在атовunde的 小爸爸 know 小樸媳 把这个 咳把那个 Perché 小人 小樸媳 看看 把姨帥 用着 也把我 先坐 老爸,你买了一杯吧 爸爸,爸爸使用不行了 哎呀,都可以了,咱去玩这个,自己买了 我妈现在怎么这么买了,你不够 是你长大了,不是你,自己长大了 别牛鱼人做手也不 孩子都要把饭都好,拿着吃 真的,确实是不容易,要一瞅着孩子来说什么 要说到父母,就要说心里流泪也差不多 孩子在家没吃过苦,零零吃一碗 做父母确实是幸福的 那墙就是一张的耳,那家就是一张的耳,就是那一张墙 真的,确实是,你说冬天的时候,你说多冷 真是没办法,作业农村没啥大能的,就得养孩子一床 来吧,妈妈老是养你了,又想哭了 去吧,哎呀,养孩子 就亲亲妈妈,来吧,不亲一下 你叫哪儿还亲妈妈呢,你叫哪儿不亲 咋呀,妈妈生气了 妈妈生气了,妈妈好像不亲一样 又是快一年没见到女儿了 孩子的认生,让下方心里不是个滋味 走下去还没醒呢,早上来起早坐,起早坐,起早坐 醒了就给你打电话 你走,你不告诉我一声,你没给我还醒呢 打电话前,他没哭呢 还能说话,生儿也想要哭了吧 在家里,你电话事里,我好像是电话料了,那边就快一哭了 反正我听说两声,但电话他哪儿就给挂上了,就哄了 心里也不得劲 刘旭的老家,在辽宁铁岭东村 初中毕业后,曾在北京当过两年兵 退伍后回家务农 经日介绍认识了夏蒙 两人结了婚,有了女儿 当时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 在北京待过两年的刘旭,也不安于在农村待一等子 北京在那边毕竟还是人多一点 在老家的话,我现在老家干,我可以干点盖西北京买卖 是吧,也可以,但是我总感觉老家人没有说在外面人多 毕竟多的话,肯定说给自己的一些机会不能多一点 像村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夫妻俩在外打工吃了不少苦 老人在家帮着照看孩子,也减轻了不少他们的负担 可是渐渐的他们发现,因为不在身边陪伴,女儿和自己越来越生分了 五年间,刘旭几次提出要把女儿和父母接到身边一起生活 可是刘旭的父亲一直都不同意 是吧,主要我父亲不行,我父亲,他也觉得家里连个人都没有 空荡荡,这么多东西在这,他也垫进去 他要是来,我想让他爷爷跟着过来 在那边管,干点啥,要不是给老头一个人弄家了 他要是能拉的话,就都过来 他要是不能,他爸不愿意离开家,不愿意走 又去夫妻俩在北京的日子并不轻松 每天天不亮,夫妻俩就要起床清洗货物,煮制出售 一直忙到凌晨两点,每天最多睡四个小时 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 都裂嘛,基本上都裂的 基本上都都,像这都快裂了 其实这都已经裂了,看 我的手指盖,看到吗,几乎全裂了 你看我这,在昨天把这手都要夹开了 然后里面摸点药一种,其实手药都是裂的 就是防冻裂嘛,就是防冻的 现在我没法戴纸套呢,你看这不是,这现在已经做什么了 这都已经开始做啥了 这刚好,这刚好 以前不这样 所以说我来,你看我一年世纪说的 你见过夏天狩猎的人,那得啥啊 又就一说完就在水里泡,就在啥 除了村里蒙面,在啤尊村口市场里,流血还开了一家分店 两家店每天要卖掉一百斤的货,才能收回成本 去掉房租,水电费,和日常开销 不吃点结衣苏食,每日能挣下六千块钱 我旁边那个大姐卖饼,是吧,五毛钱一个 我跟我媳妇俩一天就吃点饼 那这玩意我感觉挺大,那这 那这豆钱还五毛钱一倍 我们俩一天就说,我就花这四块钱 我父母都没说过这事 那段时间,确实是 哎呀,你不爱干,在这一块儿 从哪儿哪儿,还不好 本来来这地方,还是农村 看哪儿哪儿都不好,还没有加好呢 更不爱干了 如今小店的生意在逐渐转好,女儿也马上到了上学的年纪 刘续打听到,她所租住的皮村里,尤其所打工子弟学校 不仅教文化课,还开办了英语,音乐,舞蹈等课程 很多像她一样外来打工的人,都把孩子送到正里读书 但是,如果想把孩子接来,而父母不来帮助照看 就需要闲下一个人来照顾孩子 而这,对刚刚生意稳定的母亲来说,是个难题 这几天,趁孩子不在身边,刘续想劝劝母亲一起过来 我说,咱家的孩子在这上学,能行吗? 不行,我还够想 能行吗? 你说行就行,你能挂了就挂了 你这条件不行 我说,你来着吗? 你来着吗? 你来着吗? 我来着家的 家的 家的现在 你妈的人呢,在身边陪着一年,让两年 我再出去,去干什么 要不,这孩子,我怕,虽然签证了 把孩子教育上什么给当 我也觉得,我就得罵自己了 这次谈话,母亲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过几天,家人就要离开了 刘续到底能否说服母亲,实现自己的想法呢? 2014年,春季大前席 集队搭乘顺风车回家活动,再次启动 有没有好心的车主到黑龙江方向搭我一程 我是张宗梅 叫我张宇宗 车上还有两个位置 搭车的朋友,发现全机 1465公里 两个家庭 三个搭乘者 一起回家吧 明天为您向数陌生人温暖回家路 每天进一百斤的销售量,需要消耗大量的颜料 这天,刘续把孩子交给母亲丈夫 赶紧去了趟离家最近的巴黎桥皮发市场经货 我现在喝十五五 现在能喝,喝不上十四五五 你喝十五五 你喝十五五 自己拿,自己拿 我自己拿就得了,我自己绑上的了 我洗车就慢点就没事,要快就不上 二十公里的路程,骑车需要一个半小时 因为舍不得花运费雇车 刘续骑着二手电动车自己运送 回来途中,他发现电动车没电了 因为就是拉得多,拉得多的话,费点电 再加上我的体重,你想想,就这两个轮也够得胖了 今天不是真晚了,今天 真一轮晚了 五九三五 很长,我都马上走着走去 两眼熟,三眼熟,三眼熟,五眼熟 整夜,平时一个半小时活着点 我走了三个半小时 我走了三个半小时 背景里放你套 嗯 吃饭的 嗯 来,帅了 菜没有了,有事 就这两个,就这两个吧 你要吃,吃什么就快了 给我来点,给我送你 给我来点 好 看了 五年的打工经历,不管吃了多少苦 游戏都不愿意说给父母听 可每当提起那两年当兵的经历 他都会记忆犹新 这种最爱听的一首歌 成名啊 当年喜欢我们的图片 嗯 还是有一点,那个练 总想回味部队的感觉 哈哈 嗯 嗯 一个,从一个社会青年嘛 反正,昨天我感觉我自己挺大 不对啊,反正 挺锻炼人,锻炼一个人的意识 他愿意当面,我就上部队去看了 活的一生当中,我必须得上部队 其实就是有一种当成性 咱们来说个人都能挺 嗯 嗯 哈喱给我过来了 嗯 我特别想,哎 把他拍下来是吧 因为,所以纪念的 今天我亲人尽力 敬礼吧 几次谈话 母亲始终下不了决心挨北京 刘絮也只能放弃把孩子接到身边的想法 第二天孩子就要走了 刘絮把电交给老人照看 夫妻俩要陪孩子好好玩上一天 你们并不会址爱到你 妈,今次不能摂股 我希望你把她得拍妳 不玩搞起了 他的户ini 你们已经摂股了 后面下了 你们拍了 他不愿意回去呀 怎么这样的回来 他刚才没时间看 回去明天再说呗 过两天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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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怕孩子 舍不得父母会哭闹 家人走的这一天 又去夫妻回来送着 来年再说吧 来年 从年后再说吧 那个眼神摊 地方没找好 我过来也得干 也不干怎么来呀 我没有啥事来 以后我都过了 没来带狗呢 没来带狗呢 没来带狗就拿着 没来带狗呢 过两天再来 还来呀 过年了 那天再来带狗呢 妈咱快换一辣 是 哦 家人走了 生活还要继续 刘续说 等到生活再稳定一些 争取不麻烦老人 把女儿借到身边 自己照顾 对于刘续 和更多像刘续一样 在北京打拼的外乡人来说 孩子就像天上的风筝 那很爱时远时近 而仅仅握在手里的大根线 就是对孩子一尽的反应